Hello,大家好,我是安邦 继续跟大家聊两句中国的春节党 这个电影 每年其实都要说,都要聊这个话题 今年不得不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贾琳的新电影叫热辣滚烫 我之前其实出了一两期视频了 就是对热辣滚烫的电影品质打一个问号 但是对贾琳减肥这件事情 那是崇拜的不得了 这个贾琳特别是完全演绎了什么呢 就是减自己的肥让别人无肥可减 这个倒自己的片拍自己的片 让别的片无档期可上是吧 就是生生的把别的片都逼得没活路了 今年怎么说呢 又是这个彻党元年啊 一个春节党 好歹你看每一年 你不得同场竞技个那么五六个片 六七个片七八个片 今年能叫的响的 八个片里面四个片都彻党 姐不跟你玩了 留在党上的有谁呢 有这个热辣滚烫 飞食人生2 然后熊出没 就是走家庭 熊出没每一年都会出一部嘛 动画片呢是另外一个品类 还有一个第二十条 张艺谋导演的啊 就差 就剩这四个片了 还能跟这个贾琳 作一抗衡啊 贾琳这个片上映了十多天 票房已经快三十亿了 简直太可怕了 太牛逼 太厉害了 我是怀着坠坠不安的心 去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啊 因为怎么说呢 我就怕这个贾琳一出来 我就两两七一软跪在地上 作为一个二百多斤的大胖子啊 减肥 减到了一百斤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amazing的一个事情啊 呃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预期说 我是去看一个贾琳的这个减肥vlog 加上一个这个呃家庭生活剧啊 吵吵闹闹的一个我爱我家生活剧 你出来也不会骂他 你就会觉得哦 哎呀哎呀 你居然告诉我 这他妈还叫一个电影 真不错嘞 但是你跟我说 这个片子买的是百元之恋的版权啊 百元之恋又是那么牛逼的一个电影 安藤英演的那么活灵活现 是吧 然后你跟我说 这个拍摄这个电影啊 也是认真真去拍的啊 贾琳呢 好歹也是一个前作李欢英 也是一个五十亿的一个新锐女导演 得过那么那么那么有奖 然后他还去竞争了一个春节党啊 他自称为一个电影 那那你说 如果我带着这个预期去看的话 那我就觉得这个电影相当的不及格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要分两方面去看 贾琳作为一个女性啊 一个女演员 你不管他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是吧 决心减肥 从200斤减到100斤 现在打拳能打成 哇 打得那么厉害 后面的那个肌肉练出来什么的 人家没有靠药物 没有靠缩胃 没有靠什么什么 人家就靠运动减肥 这绝对是值得称道 值得牛逼这件事 但是你跟我掰扯过来说 贾琳作为一个女导演 自导自演了一部 减肥 运动励志 对吧 减肥的那么一个题材 这个影片 他及不及格 对不起 他不及格 好吧 整个这个观点 好吧 现在讲讲这个电影 我看完之后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这个电影是一个没有高潮的电影 他虽然拍了很多 啊 打戏 运动 激情 然后 他跟张小斐还拍桌子 掀桌子 贾琳还中间还有一段是跳楼的 这个什么 就是你看 你觉得这个片子有很多 非常冲突 extreme的一些 很高潮的一些点 但是你整个片子看下来之后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平淡 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拍了很多 非常啊 这个有眼球的一些镜头 但是他这个故事写的不够好 矛盾啊 冲突点啊 这个叙事做的非常一般 所以他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就是他这个故事没写好 包括这个贾琳的这个人设 因为他要本土化嘛 整个这个人物就没写好 怎么回事呢 这个贾琳在里头呢 是一个原生家庭非常烂的一个啊 就是他妹妹对他那个样子啊 爸妈呢 也不能站在他这边 还有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一个超级大败笔 杨子眼的那个傻逼表妹 对吧 就是好像他身边就没一个好人啊 他在乔山是他男朋友出轨李雪芹 是吧 就是闺蜜男友 反正就是旁边没好人 就是他这个原生家庭里面带过来 对亲近的这些人啊 就是都不够要不好啊 你说这是个强盛 还是个什么一巴 那就是这个样子啊 没办法 结果贾琳毅然决然从家庭里面出来之后 投入了一个小职场环境啊 就是他的这个烤鱼店 是吧 这个许军聪呢 是一个疑似有点这个玄珠手的 那么一个小老板 是吧 他在这个这个这个新的职场环境里面啊 其实也没有没有受到什么挫折 反倒是通过这个还赚点钱 然后呢 遇到了雷家英的这个健身教练啊 打拳击手 结果呢 陷入了爱恋 结果不啦不啦 结果怎么样 结果呢 这个把他推向最后的那个绝望的那一刹那 说妈的老娘就要减肥 就要励志 我就要甩掉这200斤 一方面呢 可能是因为他跟雷家英 真的可能产生了莫名其妙的真感情 但是雷 但是雷家英因为他自己的小九九 七七八八 对吧 在最关键的时候 人家那个人说 那跟你一起 同居的那个乐盈 是吧 然后那个雷家英说 啊 他才不是我女朋友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啊 这是一个起义 第二呢 就是他去参加了一个真人秀的一个节目啊 杨子 他那个二比表妹在后面 不是推了他一把啊 背后背后刀 就是让他在很多 在这个的电视机前面 是吧 这个最后颜面扫地 是吧 这个是 这两个因素是 把他推向绝望的那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就叫原著啊 安藤英的那个角色 差老鼻子远了 这不差老鼻子远 当你这个人物的这个动机 他最终选择 哦 我就要去打拳去减肥 我要赢一次的时候 这个动机他不够强烈 没写到位的时候 你后面扯什么 都是扯鸡巴蛋 都没用 你知道吗 就是 不好意思 抱了粗口啊 不好意思 这个安藤英去了这个小超市 这个执掌环境里面啊 我觉得这个设置就特别好 遇到了七七八八的客人啊 同事啊 什么的 他是一个超市 你想 他是一个小社会 小环境 小缩影 然后他遇到了不靠谱的同事 然后欺负他的老板 然后怎么怎么样 什么的 就是 他在执掌环境里面过得也并不好 啊 他从那个小家庭里面来到了社会的执掌环境 里面发现他自己还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人 他明明明明想要融入 结果最后把他推向深渊的是 他那个同事把他给强暴了 那是他人生的那个低谷 爱恋 他爱恋上的这个拳击教练啊 在这个原著里面 就是百元之链里面的这个处理是 那个拳击教练本来就 觉得他跟贾环 从他的视角来看的话 不是他跟贾环 他跟安藤英这个角色 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感情 他跟他就是凑合 所以在百元之链里面 把安藤英推向真正的绝望 就是我就要赢一次 我要励志重生的一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刑事犯罪 是一个案件 一个人被 这个假职场里面的这个坏蛋被强暴 是吧 然后自己还无处深渊 而且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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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安藤英被那个那个男的强暴的时候 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追心 撤骨的一个痛啊 他不是他的什么傻逼 羊子表妹在后面推他一把 那个东西什么那样 根本力量是力度是不够的 然后呢 在这个 就是他的那个男人 他爱上的那个打拳击 那个男人在他生命中 有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在安藤英的那般里面 也没有那么那么重要 只不过是他 他一走一闪而过 或者啊 跟他有相遇交集 后来那个人又走了 但是也从润物细无声的改变了他的一些思 一些思想引路人吧 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啊 所以呢就是 呃 这个影片里面有很多 就是 大型上你感觉好像跟原著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小细节里面 只要本土化 只要要改 只要让贾灵人做一点点创新 那就全是完蛋的 全是改的比原著还要差的部分 学呢也没有学的七七八八吧 啊 改呢又改的比原著还要差 那你想想那怎么能行呢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整个这个故事逻辑有很多的硬伤 然后贾灵这个演的这个人 乐银的这个角色 写的也不够的刻骨 也不够的深入 另外呢就是 这刚刚说的是故事没写好 第二呢就是演员没演好 贾灵他不是一个好演员 sorry啊 to be honest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片人 非常好的一个营销奇才 非常好的一个 说相声的一个女艺人 然后特别好的一个综艺达人 但是他不是一个好演员 所以就导致他演的那个乐银的那个角色 只有一维的一个平面 就是他说话声音特别小 他他永远都都在用气声在说话 但是你去看安藤英演的那样一个角色 他演的那个角色 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一个立体 几核体 他不是说啊 我唯唯诺诺 我怎么演唯唯诺诺的人 我就这个样子 我就不说话 我说话声音就这样 啊那好吧 好吧 不是说你声音小 你就气场矮 你就怎么样 就是你反正你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啊 贾玲儿从从头到尾 再来显示这个人心 有多么多么的虚弱 多么多么的不够强大 多么多么怎么样的时候 只有一个就是 我声音小 声音小就是一切 只会这么演 就这样是不OK的 但是往伸了 往骨子里面去去看的话 就是贾玲儿 她是一个大女人 不管她胖到二百斤 还是她怎么样也罢 人家是一个非常 在现实生活中 是一个牛逼的制片人 是一个金主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 能赚钱 是一个大女人 她本来那个人 就不是一个 一个我们所想象的 一个二百斤的胖子 她一定内心非常的虚弱 声音就得小小的 对吧 她人就不是那样一个人 所以你让她怎么从一个大女人 演一个闻闻闹闹闹 一个小女人呢 她必然处理不好 对吧 她不是一个专业演员嘛 对吧 这个东西 我给你们讲讲 你们应该就能明白了 总归来说 整个这个电影 我觉得 如果从一个电影 这个维度来衡量的话 是一个不及格的电影 我认为甚至是比这个 李焕音还要差的一个电影 40分吧 绝对是不能及格 40分有点多了 实际上 但是整个这个电影 因为我觉得贾玲 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东西 她真的是一个营销奇才 或者是一个好的一个制片人 她知道她自己的导演功力 到底有多少 她知道她自己能调动的资源 有多少 她知道她自己去演 到底能演成什么样 有多少 对吧 如果单纯就这些因素的话 那一定是减分项 但是如何把这一堆减分项 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加分项 就是给她这个故事上面 再套一个故事 就是哦 这个女演员 因为拍这个电影 减了100斤 而且这个女演员是贾玲 贾玲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她减了100斤 而且她减肥这个过程 就是她在这个中间打拳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打完的这个过程 她把这俩故事 揉在了一起 所以每一个去电影院 去看这个 这个影片的这个人呢 因为脑子不愿意转 对吧 或者说她转了也白转 被强行塞入了两个故事 你就分不开了 对吧 那很多人说啊 贾玲也能一般般什么的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 那你要不你也减一个 你要能减个10斤 20斤 我都你都牛逼 你看人家减了100斤呢 你马上会被扯到另外一个话题 让你无言以对 但其实它是一个逻辑陷阱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贾玲非常聪明的一个点 就是跟大家玩了一个小花招 小tricks 让你没办法 无话可说 再加上贾玲在后期 搞了一连串营销的动作 比较朴实质朴的路眼 对吧 然后跟大家去交流 你看 对 这话要从开始说 就是从一年没出来见人 对吧 先给你搞个饥饿营销 到底贾玲说成啥样了 都说她瘦了 怎么样了 结果路眼的时候 让你看到我的活人 我到底有多瘦 对吧 第二呢就是说评射这事 是吧 就很多人说 哎呀 反评射 评射不好 因为你这个侵权了 第二呢 你剧透了 但是贾玲这个电影 哇 去了全他妈是评射的 对吧 那贾玲就呵呵呵笑 我这个打着旗号 不要评射 反评射 但是我开心死了 你们去电影院里面 把这个贾玲最后露背装 对吧 这个样子都分享出来 那很多人更要去看了 对吧 猎奇嘛 哎呀 所以呢 一来二去就是 贾玲赢了 而且 而且也算赢的光明正大 而且贾玲真的是 减肥也非常非常成功 现在变得非常漂亮 然后有肌肉的线条 很美 嗯 然后 但是你赢吧 就是 稍微赢 赢这么多是可以的 但是赢麻了这件事情啊 就有点让人觉得 就是别太过就行啊 第一呢 就是别逼着观众给你叫好 觉得你电影也拍的好 你是个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 对不起 没有 好吧 那些被你 被这个贾玲这个电影 也不能说被贾玲逼的吧 被市场逼的 对吧 这个没办法 你噱头就那么大 是吧 大家如果看一两部电影的话 最多看三次部 最后怎么选都选不到后面的这退档的这几部 是吧 最终导致人家错过了这个春节党 那你可就是 你你在找个什么党期 还能像现在这样聚集这么多的人流量 是吧 撤党那就是一损俱损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认亏认赔 没得选 我觉得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你让这些同行们也没法走 我觉得贾玲 我觉得这事得好好想想 你口碑再好 人缘再好 这个欲待其官必成其重 这个我觉得大概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热辣滚烫这个事情的 一些小小观后感吧 我觉得下期视频可以跟大家聊聊那几个撤党的影片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 如果也看了这部电影的话 可以在下面交流一下 OK 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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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